大家好,欢迎收看华尔街电视,为大家主持亚洲大眼睛 什么样的内容,你慢慢看就知道了 中国国家统计局早前表示,今年头两个月中国制造业和投资形势有所改善 而房地产行业疲软对经济造成压力 由于中共政权将国家经济新闻视为事关国家安全及中共权力垄断安全的大势 严厉惩罚所谓唱衰中国经济的人 外界难以确定中国经济状况究竟有多好还是有多糟 世界媒体也以一种信不信有你的比调来报道中国官方发布的经济数字 那看是平衡客观,实情只有天之道 众多中国人以及企业家和在中国投资或建厂的外国投资者和企业家感到中国经济困境重重 在此之际,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有关中国经济的一系列重要数字报告 该报告就称,中国今年年头两个月工业产出同比增长7% 好于分析师预期 工厂和设备支出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4.2% 房地产业依然低迷 头两个月,房地产投资同比下降9% 中国共产党当局持续强调所谓的正能量宣传 并以严惩为威胁禁止传播有关中国经济 以及数不清的其他领域的坏消息 在这种形式下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这种友好友坏的数字报告 似乎是显示了该报告是平衡客观的 因而是可信的 然而,当今中国的大环境、大形势 使中国当局发布的新闻和数字 令外界以及众多中国人感到难以自信 在中共当局坚持不惜代价 强行推行所谓的疫情清零政策三年 使中国经济付出惨重代价之后 中国经济没有出现中共当局 以及外界所预期的增长率强劲反弹 反而因失业率高起 国内需求萎靡不振 和占中国经济近乎半壁江山的房地产行业 不断暴雷等因素而举步维艰 在这种大形势下 中国当局对民间的有关中国经济的评论 实行限制和封杀 对调查中国经济状况 以便使投资者的投资决定 有所依评的一些外国尽责调查公司 进行突击搜查和罚款 拘留其职员进行质问 中国国家安全部也发出严厉的警告 深言畅衰中国经济是威胁国家安全的行为 将以与严惩 于是中国官方和外界对中国经济基本状况的评估 如今便常常呈现出一种天壤之别 或风马牛不相及的状况 例如中国官方宣传说 中国经济在2023年达到了5.2%的预定增长目标 高居世界各大经济体之手取得傲人的成绩 但美国调查公司荣鼎咨询 基于他的调查计算指出 中国实际增长率仅为1.5%左右 与此同时 日本经济新闻则指出 2023年中国GDP 国内生产总值按美元计算 29年来首次减少 与此同时 在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 今年头两个月中国房地产投资 同比下降9%的数值之际 日本东洋经济杂志网络版 发表报道说 中国房地产巨头 今年1月至2月房屋销量减半 情况严重 北京 上海 深圳等 主要城市的需求也在萎缩 那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逆风之一 就是就业 那美联社上周在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 最新中国经济重要统计数字报告时 以非常委婉和客气的笔调指出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就是就业 虽然官方最新数据显示城镇失业率为5.2% 但中国16到24岁的年轻人的失业率为14.6% 那这比去年12月的14.9%和6月的近20%有所改善 但仍然凸显了中国年轻人在疫情之后仍然是找工作难 当局对科技公司的打击损害了私营企业的投资 青年失业人数不包括学生 那相对而言 法国主要报纸 世界报在报道统一消息的时候 则更为直言不讳 该报3月18日发表的报道就说 说到先前占中国经济活动20%的房地产业 其危机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年头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 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大流行之前相比 新建筑工地数量下降了60% 那2023年中国大城市二手房价格同比下降6.3% 实情况更糟的是 2023年夏季青年失业率为21% 今年1月份中国当局按照新的计算方法 将这个数字降至11.9% 那法国财经新闻报纸论坛报 3月18日以中国开年艰难 经济形势仍不明朗为题发表报道说 中国今年设定了5%的经济增长目标 这是该国几十年来最慢的增速之一 然而北京认识到这一目标很难实现 因为中国人面临结构性的困难 那上周一中国公布的官方数据就显示 2024年中国经济开局喜忧参半 家庭消费低迷 但投资和工厂活动加速 反映出复苏不平衡 新冠疫情过后 人们期待已久的2022年底经济复苏是短暂的 而且不如预期抢劲 现在中国面临着一个不确定的局面 这抑制了家庭支出和房地产行业危机和青年高失业率 正在影响购买力 那至2012年上台以来 中共领袖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 不断提出新口号新说法 其中既包括厕所革命这样的简短意见的说法 也包括资金让亿万中国人 以及让数不清的中国问题专家 感到优如绕口铃一样 难以背诵和上口的说法 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中国经济面临中共当局 也不得不承认的艰难景况之际 习近平凌空提出了 所谓的发展新制生产力的口号 美国财经新闻彭博社 3月18日已解读习近平 旨在从整中国经济的新口号为题 发表报道就说到 口号在中国很重要 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到共同富裕 新口号的采用显示着政策的深刻转变 因此新制生产力 在中国政府3月5日发布的年度工作重点中 被列为首要任务 这一局面引发了一场 争先狂候解读由国家主席习近平 去年9月创造的这个词 究竟有什么含义的争论 自2014年以来 产业政策口号 占据政府提出的当务之急首位的场合只有一次 通常情况下 这个机会被用于宣传宏观经济政策的承诺 彭博社的报道也陈述了中国官方媒体和如何放飞想象力 援引卡尔马克思在某年某个场合某篇文章中的言说 来读解习近平突然提出令众人莫名其妙的新制生产令之说 并为之作背书 那一些投资者则根据定语一尊 一锤定音的习近平最新的说法研判 猜测接下来投资中国应当投在哪个领域或行业 报道接着就说 当然人们为猜测而投入的经历都可能被新发事件所取代 或者被另一个口号压倒和取代 2018年医疗卫生教育领域的互联网加模式 多次被列为政府工作重点 然后到了2021年 习近平开始加大力度提倡共同富裕 以解决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 该口号预示着对科技和教育行业的打击的开始 那阿里巴巴集团控股等主要公司的股价受到了重创 那在中国经济增长法力 给中共政府造成社会政治压力之际 中国当局显然力图通过扩大贸易出口来寻求突破困境 但这种在中国当局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举措 在当今国际大形势下 尤其是在中国的出口市场 主要是美国的形势下也有相当的风险 谢谢大家 这就是本期的亚洲大眼睛 希望听到您的意见 留言在节目下方